日本为了承包印度的基建项目 贷款给印度 结果项目的建设还没完成 借出去的钱却给印度花完了 日本也是欲哭无泪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2015年 印度方面放出消息 说要建设第一条高铁 这条高铁要贯穿印度 总长能达到1700公里 预算超过200亿美元 他们自己国家自然是没有实力来建设高铁的 于是就把这个项目放到国际上招标 我国自然也是参与了竞标 但是印度的要求太过无理 他们要求先贷款给他们 对高铁进行修建 等到建设完成后 再慢慢的还钱 要我们帮你建 还要我们先垫钱 你们能不能还得起都是个问题 我国自然是不会答应这么无理的要求 但是日本答应了 日本也是个原大头 为了拿到这个高铁项目 竟然直接提供了1万亿日元的贷款 在当时折合人民币581亿元 当然只要他们开心就好 就在2015年 印日双方签订了协议 在甲方的印度政府面前 日本人还发誓 说八年建成通车 高铁水平绝对优于邻国 当时日本可谓是欣喜若狂呀 想着这铁路一建好 让印度看到他们的实力 印度基础建设还十分落后 日后肯定还有很多的项目 凭借着这次的合作拉近关系 以后的项目肯定也能进水楼台 先得月 他们现在是开心了 如意算盘也打好了 可是后面印度的操作 可谓是让日本目瞪口呆的 2016年 日本的技术人员到印度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地形勘探之后 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方案 但是印度方面不满意啊 想着一上来就修1700公里的铁路 是不是太难了 要不修400湿汁水 日本也是无语啊 前脚刚借完修1000公里的前 后脚就改400公里了 但是没办法 毕竟人家是甲方 既然接了这个项目 那就都得听他们的 日本迅速调整了计划 修改成了高铁全长508公里 印度方面非常满意啊 立即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印度首条高铁将于2022年全面通车 日本看到印度这一举动也就放心了 于是就开始专心研究高铁的建设去了 众所周知 高铁项目最重要的就是要建设一条接近直线的铁轨 而这个铁轨的建设肯定是需要很多人进行搬迁的 所以印度就需要征地 日本人本来以为这件事很容易 不就是征地吗 可是印度方面完全没有作为 开工了四年 征地才完成不到百分之一 四年啊 刚出生的小孩四年都能走路了 日本承包商也是有点懵 联邦询问印度交通部门 印度方面的答复是 征地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 可以亲自来参加征地 日本也是着急了 就亲自过去看了看 不看不知道 你看他吓一跳啊 他们日本人哪里见过这一仗事 印度人直接自掘土坑 自己把自己埋在里边 然后索赔 日本方面的人直接就傻了 但是没办法呀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谁让他们接了这个项目呢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整个征地也快达到了50% 可在这个时候 印度又来事了 印度方面表示 没钱了 要求日本承包商提前点资 这一消息传回日本 日本方面完全就糊涂了 借给你们那么多钱 就花完了吗 印度政府又表示 说征地费用太高 他们要给农民一个合理的价格 后来日本承包商才知道 印度的地主和农民 在征地的过程中 狮子大开口 将赔偿价格翻了两三倍 就这样 直到2021年底 不仅征地遥遥无期 而且大部分已经开始建设的路段 也都因为没钱停工了 印度方面也偷偷地将通车时间 从2022年国庆日 改为了2023年12月底 日本方面也拒绝了再次提供 一万亿贷款 这个项目印度本来打算 是作为建国75周年礼物的 可是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于 印度方面的无作为 才导致了如今这个局面 其实印度的消费水平 普遍还没有那么高 可能火车他们做得起 但是高铁票的费用 可比火车要贵不少 印度还有人连饭都吃不起 更何况坐高铁 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能一味地只考虑 其设备代表的技术 还要考虑其实用性 印度在这方面的考虑签土 印度绝大部分的农民 都是以种植为主 虽然现在印度在大力发展制造业 但是印度农民心里的想法 还没有被改变 他们认为要有自己的土地 才能过得有保障 所以印度方面的争地 才会进行的如此困难 其实印度早就吃过 这一方面的亏了 建设项目的时候 没有考虑出权 总是想着这个项目 能让它在国际上赚名声 能让其他国家夸夸它 说它厉害了 说它比别的国家强 这样不行的 就像在印度的 贾坎德邦大坝 这座大坝 印度建了42年 42年很长了呀 人生在世也就100年 算是小半辈子的时间了 可是这座花费42年 建设投资了220亿卢比 将近20亿人民币的价格 在启用了将近22个小时后 轰然倒塌 直接就没了 42年的建设 220亿卢比 直接就打了水漂 大坝没了就没了吧 可是其后续影响 可是十分巨大的 要知道 大坝的一大作用就是防洪 在大坝倒塌的一瞬间 倾泻而来的洪水 立即淹没了下游 极底范围的30多个村庄 这样的危害可不小啊 印度政府也立刻派出了人员救援 在救援结束后 对大坝倒塌的原因进行了调查 结果竟然是 因为几个没被堵住的老鼠洞 从而导致了大坝的坍塌 这也是让印度民众大失所望 前一天还在兴致勃勃的 举办剪彩仪式 第二天 大坝就倒塌了 但是 印度没有放弃 还想着要建设一座大坝 想着要超越我国的三峡大坝 这次就选择在了喜马拉雅山上 在喜马拉雅山上建设大坝 这难度可不小啊 在此之前 还没有国家敢在喜马拉雅山上 尝试建设大坝 但是印度表现的是相当的自信 为什么他们这么自信 因为他们找来了他们的老院家 日本工程队 想着让日本来帮忙修建 他们觉得日本地震多 应对拖花的状况比较有经验 然而日本虽然山地较多 但是海拔普遍都不高 根本就没有修建大坝的经验 可是他们一听 印度来了笔大订单 还管他有没有经验 上就完事了 立马就派人前往了印度 日本的工业确实发展得很不错 这次大坝很快就修好了 印度看到这次大坝修这么快 心里也开心了不少 想着修这么快 技术一定很成熟 终于做出了一个能让别国 夸一夸的大坝了 可是当这大坝一开闸 又被洪水冲垮了 而且现场还有不少的人 大坝冲垮 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 后来他们又来调查 大坝被冲垮的原因 这次不是老鼠打洞了 这次是因为自然灾害 因为喜马拉雅山上 有很多的冰川 冰川融化 从而引发泥石流冲向了大坝 印度知道这一原因后 连王质问日本 说你们建设的大坝就这只了 日本方面也只能表示这是自然灾害 与他们的质量无关的 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建设的大坝 都经锁不住这样大规模的泥石流 其实日本刚开始表示 说要将这个大坝的位置往另一边靠一点 但是印度方面不让步 说一定要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建 日本也就没了办法 只能在这边建 而且日本其实也考虑欠妥了 他们的技术人员只考虑了大坝修建之后的能源转化率 忽略了喜马拉雅山的自然环境 日本也算是吃了急功冒进的亏啊 最后还给自己留下这么大一个污点 以后在国际建设投标上 都要一直带着这个污点 日本和印度可真是冤家呀 印度这次又没能得到国际上的夸赞 又想着要做出一点事情了 又发布消息说 未来五年 印度方面会投资一百万亿卢布 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百万亿卢布 相当于人民币八万亿啊 这么多的钱可得好好用啊 希望印度也能多建设出几个拿得出手的项目吧 其实印度从一开始就喜欢和中国攀比 想着他们人口和中国差不多 我们中国能做的事情 他们也能做 还妄想用一百万亿卢布的建设来超越中国 中国发展到今天 可不是靠的钱 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 印度想超越我们中国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但是有些印度人不明白 他们甚至还认为 我们中国的上海 要比他们的梦买要落后五百年 不得不说呀 这种迷之自信 五百确实是少了 他们的自信发展还能前进个五百年 而且印度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通电 有的人饭也吃不起 再加上 近年的疫情原因 很多印度人都失业了 印度经济也出现了下滑 印度想做出点成绩也可以理解 只要他们不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踏踏实实的为自己本国的民众着想 国家的发展还是知日可待地 他们这次的一百万亿卢布 就是想着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同时也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让那些失业的人群有份工作 这也算是为他们的民众着想了 也希望他们的人民不用再来个 生活也越来越好吧 印度方面要靠谱一点 别再建设什么不靠谱 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用途的项目了 想法要切实际一点 不要老想着超越我们中国了 我们中国才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超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视频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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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